早安 我們現在準備要離開Tikapo 然後要前往好塘口感 然後我們中間會先去一個三文魚的店 然後再去Fukaki那一個湖 然後我覺得這間飯店很超棒的 它就是湖景第一拍 真的超可愛 然後如果早一點來的話 就可以有更好的位置 然後它連露營車的位置也超級好的 然後還有它的廚房啊 跟吸液房啊 還有它的漁室 共用漁室也都很乾淨 然後我們住在小木屋也超級好睡的 很溫暖 晚上直接在我們小木屋就可以拍到銀部了 對 有好天氣的話真的是很棒 好那我們現在開到這個賣鮭魚的店 然後這間店呢 就是在Fukaki的旁邊 這裡的view超好的 那邊還有什麼東西啊 喔有一個拍照點 這裡有一個拍照點 哇到處都拿拍照點 哇在那邊是很讚耶 這裡就是我上次有拍到的 哇這裡很美耶 它這邊就是有賣鮭魚的sashimi 它有分不同大小 100克的150克的 更大的更多的也有 然後除了sashimi之外 它還有這個煙燻鮭魚的這種 1650克的 please 巨好吃 巨好吃 對 太誇張了吧 這是用冰河水養著的鮭魚的sashimi 哇我們這小份的也是很多耶 對 嗯 我上次就覺得巨好吃 它這邊就是 外面這邊有一區的位置 它這個位置就是直接在這個湖邊 然後看著Monkey & Cook 對 很誇張 剛剛我在那邊看它的介紹啊 它就會寫 這裡的鮭魚就是它天然養殖 然後不會讓它們吃了太多食料 或太薄太大隻這樣子 它就說這裡是吃得到Nature的味道 在紐西蘭這裡都很崇尚這種天然自然的東西 連這個吃鮭魚也是 那下一個停靠點呢 我們是往Monkey & Cook的路上 從剛剛吃鮭魚的地方往Monkey & Cook的路上 那這邊有個look out 那這個look out呢 就是很多明信片就是在這邊拍 對 這裡超誇張的 其實一路上來都超誇張的 對這一整圈其實我覺得都是look out 都超美 你看你眼前的景 好誇張喔 好那我們現在開到Monkey & Cook的Eye Site這裡 然後這裡的景就是非常誇張 然後它就是在Monkey & Cook的山腳下 在它這個Eye Site這裡也是有一些住宿 你看高級 而且你看它這個住宿 一看全部的景都是這種 高級景 對 Monkey & Cook的景 很多人來這邊呢 他們會選擇住一個晚上或是兩個晚上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步道 他們就這幾個步道就都會去走走這樣子 對 我上次來的時候這個Eye Site 每天都開心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他們Eye Site旁邊的這個飯店 那這個飯店呢它有一個咖啡廳可以吃東西 那除了咖啡廳之外 它那邊還有一個餐廳 但餐廳是晚上才開門的 但餐廳是晚上才開門的 我們的Margarita Pizza來了 我剛才在那邊看到它有那個 牛肉貝里尼 哇好好吃的樣子 你是點的嗎還是滴香的 不是已經點的 是點的 是點的 你什麼都好吃起來 那我們點那個10塊的就好了 我們這裡也想吃起來 對不對 那我們點這個Margarita Pizza 跟餐廳 然後坐在這個窗邊 好吃喔 在這個飯店啊 有很多人會來這邊報名一個活動 就是去搭那個氣體 冰川探險的活動 對就是在湖上 就可以看到還沒有融化的冰 在河川上面漂浮的那種景象 很漂亮 嗯 但要提早預定 或是乾脆來這裡住一晚上 吃點東西之後 我們現在要去 這個 Tasman Glacier View的這個 Track 這個健行路線 然後它這裡有幾條健行路線 其實就是同一條 它可以走到Blue Lakes 或者是Tasman Glacier View 或者是Tasman Glacier 欸 Tasman Lake那裡 嗯 那來到冰川庫的這裡啊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去走那一條 Cooker Valley的步道 然後我們上次有走過了 然後想說這一次來走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來走這一條 冰川 它下面是有蛋啊 然後它這一條跟 Cooker Valley的那一條比起來 這一條就是相對比較簡單 比較短一點的路線 那如果說要走Cooker Valley的話呢 最好就是留3到4個小時 的時間會比較充足一點 那我們走這一條呢 就是幾十分鐘就可以走完的一個 對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 在這邊有多少時間 然後來選擇一下 想要走哪個路線 然後在冰川庫這裡啊 也很多人會安排去搭直升機 這也是很有名搭直升機的一個地點 喔這邊就有岔路了 好 都走了 12分鐘跟22分鐘 我走那個Cooker Valley Trail 它就是會有經過三個吊橋 那三個吊橋 我那時候走的時候 是下雪的時候 非常漂亮 很白 全部都是白白的 很漂亮 然後下面的水也是很乾淨 很清澈的 然後呢 要記得擦防曬 戴太陽眼睛 我上次就都亮到 是不是還有流滑梯的準備 那時候有雪 所以就是 有一些地方是結冰的 然後它有一些下坡的地方 它就是流滑梯 可以看我散步一下 好冰喔 冰了 這感覺像 冰塊融化了水耶 我們剛剛呢 去的是Blue Lake 那我們現在去這個 Tazman Glacier View這邊 右邊走 然後 這邊走完再下去 還有另外兩個地方 等一下都去走走看 它這邊的步道很酷喔 有分這種階梯的 然後還有分這種緩波的 我就走在這裡 好驚艷耶 我跟你說了唄 那裡有冰 還有冰塊浮在這個湖面上面 那邊也都是啊 怎麼樣 這條跟你那條路 比起來如何 不同的感受吧 你的背景 整個都好誇張喔 真的好誇張喔 這個也好誇張喔 對啊 哇這真的是 這叫什麼 奶綠色嗎 對 而且你看這個湖面 就可以看得到這山的倒影耶 酷 這蠻酷的 上面也有 有 誇張的地 Cooker Bay裡面跳上去 也是很誇張 好 那我們剛才走完 左邊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往右邊這邊走 喔 Tasman River 對 1.2公里 22分鐘 22分鐘耶 這個更久了 對 好走吧 我們正在前往Tasman Glacier Lake的路上 剛剛那邊寫我們這條要走22分鐘 然後其實現在春天也是蠻曬的了 嗯 然後又加上有雪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在紐西蘭這裡啊 每一個住宿的點啊 或者是郊區的景點 都有很多這種步道可以走 而且它這個步道都做得很完善 你覺得是嗎 是啊 讚 讚 對啊 像我們去哪裡啊 然後旁邊就會有一個小路線 小的進行步道 對 它上面也會寫幾分鐘啊 或者是它的難度啊 或者是它有輕中高難度可以選擇這樣 然後一走進來就會覺得很漂亮 對 對吧 對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就是可以帶一雙好走的鞋子 在這邊走 對 覺得很棒 那邊就有冰塊耶 嗯 酷喔 那我們走到這邊就是剛剛我們從上面看下來的這個湖 Tazman Lake 遠看覺得很小 近看好壯觀喔 嗯 然後那邊就是有人在體驗這個冰村 這水能喝嗎 我也不知道 尤其是要買 沒拍到吧 有 有 能不能拍到嗎 還有開門嗎 Cafe關門上 對啊 右邊 它這裡還有有咖啡喔 有 Cafe是幹嘛的 這裡還有賣東西 欸 萱 萱萱 哇 它這邊賣的種類很多欸 整隻的也有 鮭魚排也有 你說這個多少錢 20元 哇 很貴欸 22.3元 它這麼大 好貴喔 大概266元 可是它是上課的 100公克多少錢這樣子 然後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就是那邊可以坐在 旁邊看養織廠 吃東西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離開Mountain Cook 住的地方 那我們住的這個點 是離開Mountain Cook之後 再往南一點點 對 算是明天打算要到 所以我在中間找到一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高地鄉村鮭魚的附近 然後找到了這一間 對 然後它這邊就比較 countryside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就是old school的那種感覺 它的reception就是有商店 就一個小商店賣東西 然後它一進來就有一個playground 用麥當勞那種的圖案這樣 很有趣 那我們住的是幾號 6號 然後我們這次住的是這個 好小 小小一間的這種 那我們這次住的這個 一個晚上的是1700台幣而已 對 然後它這裡如果要用廚房的時候 然後它會給你一盒這個 嗯 在紐西蘭他們就是 出租的地方 對 是不是很多這種 這種比較快蓋好啊 還有冰箱耶 然後還有空園床 這很不錯耶 對啊1700 對 然後我們從我們這邊呢 用走的就可以走到這旁邊的湖 這旁邊的湖我們剛才經過看也是很美 它這邊這種小房子 還有這種上下鋪的 再加一張床 這個 哇 可以睡四個人 哈哈 現在我們住的那個後櫃屋 旁邊就是有一個launch 可以在這裡上 就是 欸 它廚房也是在launch這邊 對 可是它這裡也壞 沒什麼人 喔 廁所這裡是有嗎 這裡也有旁邊 它這裡也有廁所 嗯 嗯 哇 這裡好多種房型喔 嗯 這個地方很露營區耶 烤面全部都是露營區 有Holiday Park的感覺 很像露營區的 很像露營區的 進去看看這個 嗯 你看它這邊還有 它這邊還有準備烤麵包機 對 還有熱水器 微波爐也都有 它這裡可能要洗衣服的 嗯 這裡還有廁所跟洗澡的 女生的跟男生的 嗯 女生的廁所 喔 有兩間 剛剛裡面的比較好 好 好 我們現在來這個小鎮上面 來買晚餐要用的食材 然後它這裡也有幾間餐廳 然後還有菜鍋菜 然後有美式的料理 還有一間咖啡店 旁邊還有一些賣Outdoor用品 或者是騎腳踏車用品登山用品的店 然後我們住宿的老闆娘是跟我們推薦這間泰式料理 對 然後 然後它這裡就是一條徒步街就是旁邊餐廳這樣子 然後那裡有超市 晚餐呢我們買了這個 鮭魚排 對在這個High Country Salmon這間店買了這個鮭魚排 這個要21塊對不對 22 22 不便宜 然後我們一樣把我們 把我們的義大利麵 把我們的義大利麵弄一弄 今天晚餐這樣吃 好我們今天煮了我們剛剛買的鮭魚 看起來很好吃的一樣的鮭魚 它這個是有調味的 對它這個是有調味的 我們剛剛本來想要去夜遊 結果這個人說會迷路 結果我們才繞了一小天而已就回來了 嗯 真理區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營區超大的 很冷 很冷 早安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住宿旁邊的這個 拍湯去燒買 嗯 高地鄉村鮭魚 這個點呢 就是大家來到這邊也是個必來的點 然後它這個跟上一個鮭魚店不一樣 就是它有養殖場在這邊 所以可以看到它養殖的區域 嗯 然後這邊有賣更多生的鮭魚排啊之類的 然後它有不同種的調味 然後不同的大小 那 那它這邊呢除了有賣鮭魚排之外呢 這裡賣鮭魚排 然後還有一些伴手裡的店 那它這邊還有一個咖啡廳 然後跟賣薩西米的 也要養殖場什麼種 在後面 喔 養殖場也很漂亮都不會臭 喔 它這裡還要賣早餐耶 鮭魚貝果 煙燻貝果 這種 它還有握壽司耶 早餐 早餐來真的比較多 有像是下午 美麗 這隻可以餵魚耶 你知道嗎 你懂那隻可以餵魚 嗯 這個就是養殖場嗎 嗯 哇 看得到鮭魚了 好大隻喔 一直在轉圈圈啊 它這有這個鮭魚的拍照點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在往瓦拉卡的路上 然後這邊有一個觀景拍 然後這裡還有幾條健行的步道 然後它這一路上啊 都是這一種 誇張的路景 對 山景 公路的景色 哇 這真的是很美耶 我上次來的時候 這裡就是雪白 可是這裡也很漂亮 也是很壯觀 對 哇 真是四季以後會有不一樣的風景 這個步道走上來啊 就可以拍很大 這樣 這樣 非常壯觀 我覺得紐西蘭的景色真的是 用手機用相機拍不出來 對 還是一定要親眼看就覺得 非常狀況 嗯 最少還是需要快拍去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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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